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老掌柜 今天我们要实作的项目 是从Sony所提供的PS3的Fanway里面 抽取出PS还有PS2的BIOS档案 那由于PS3的Fanway是由Sony 透过网络免费分发给玩家们取用 所以各位同学可以透过这个管道 来免费取得官方所提供的PS 还有PS2的BIOS档案 在实作开始之前 我们有两个步骤是必须预先准备好的 第一个部分是PSBIOSClaimTool 这个工具程式 等一下我们要利用这个工具程式 来分离出BIOS档案 而第二个要准备的项目 就是请各位同学先安装RPCS3 这一个模拟器 那RPCS3我们的频道里面 也有完整的教学 各位同学只要按着教学做 就可以顺利的完成模拟器的安装 档案的下载连结 还有模拟器的安装教学 我们都会留在影片说明区之中 那有需要的同学请自行取用 将PS3模拟器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来到PSBIOSClaimTool的下载页面 请各位同学点选ZIP进行档案的下载 档案下载完成之后 您会得到一个Fanway BIOSClaim Release 1的压缩档案 我们直接将档案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您就会得到一个与压缩档同名的资料夹 我们将资料夹开启 开启之后 它有分成NINUS还有Windows 两个作业系统 在这里呢 我开启Windows的资料夹 将资料夹开启之后 我们会看到三个档案 那请各位同学 将Fanway BIOS开头的这两个档案复制起来 复制完成之后 我们将这两个档案贴到您刚才所安装的 RPCS3这一个模拟器的目录 将档案贴到RPCS3的目录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执行Fanway BIOSClaim的这一个批次档 接下来会开启命令列的工作视窗 那会进行BIOS的抽取动作 当您的命令视窗出现 请按任意键继续的时候 就表示工作已经完成 我们就可以将命令列工具程式关闭 那关闭之后 我们在RPCS3的目录里面 会看到四个PS3开头的档案 这四个档案 就是我们刚才透过Fanway BIOSClaim 所抽取出来的PS还有PS2的BIOS 我将这四个档案 置放到OPSBIOS这个目录之中 将抽取出来的BIOS档案移置之后 接下来我们分别开启模拟器 来测试看看官方所提供的BIOS档案 能否使用 我知道这个频道的主题是小众 我也明白愿意花费精神去设定的人不多 但我仍努力记录在实测过程中的点滴 并转化成巨细迷移的心得分享 如果觉得本频道的影片 对您怀旧游戏的旅途上有所帮助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协助本频道走得更远更久 而您的赞助也将使本频道在选题方向上 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首先我们开启PS2的模拟器 在这里我执行铁拳式 那开启游戏的时候 它出现一个错误讯息 告诉我们需要PS2的BIOS档案 那在这里我们先选择OK 关闭错误讯息 接下来我们选择工作列的setting 选择BIOS 将我们刚才所抽取出来的BIOS档案的路径复制起来 将它贴到模拟器指定的路径之中 目录指定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在下面的视窗 看见我们所抽取出来的四个档案 确认档案有出现 我们就可以选择Close 完成我们BIOS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在执行游戏 各位同学就会发现 您的游戏已经能够顺利的开启了 那这就表示PS2的BIOS档案是有作用的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PS的BIOS是否有作用 那我们开启PS2的模拟器之后 我们一样先指定BIOS的档案位置 选择设置 选择BIOS 将BIOS目录更改成我们刚才自放档案的位置 将BIOS目录切换成我们刚才自放的档案路径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关闭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启游戏来测试 这里我开启铁拳山 好的那游戏一样有顺利的开启 好那一样游戏有顺利的开启 并且呢也已经进入了播放动画的画面 这就表示呢我们PS1的模拟器也是有作用的 那实作进行到这里 我们就成功的从PS3的Fainway档案中抽取出PS还有PS2的BIOS 而这些官方的BIOS都能够在模拟器上面顺利的运作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 各位也赶快来实作看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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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